本地至少两家油站在这周内提高柴油和汽油价格 根据消费者协会燃油零售价格比较网站Feworkaki数据 险壳在这个月的6号 也就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减产当天 将每公升柴油的价格涨0.05元到2.79元 险壳的95新满值汽油价也涨了0.03元 另外 加德市油站也调整了价格 每公升柴油涨0.05元到2.79元 95新满值汽油价则涨了0.03元到2.79元